历史表明圣唐的最大编换来自于西部的吐蕃 所以呢唐代编赛的防务重点就是保卫大西北 比如进入龙幼节度时歌书寒幕府的高市 先后来到安西高先之幕府和北挺封长青幕府的陈申 就是朝着烽火走去的 而且高市陈申两个人成为圣唐边赛师的杰出代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高市和陈申的有关情况 这个高市在进入龙幼幕府之前曾经有过平鲁之行 时间呢应该是在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三年 他有一首赛上就写这时候到平鲁去的情况 说东出平鲁间浩然客四姑 说那时候东北的这个西契丹正虎视丹丹 虎视丹丹 他认为呢转斗飞长侧呀 和亲飞远途 应该有一个像战国时候赵国那个大将李牧那样的人物 来扫平鲁鱼 这实际上是高市的一种战略观点 一种观点 也表明了自己对边赛的一个态度 这次高赛去的地点最后是到达盈州 盈州呢就是现在辽宁锦州市西部 是当时平鲁节度市的治所 高市那次游编 有很大可能是求官的 但是结果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在自济北归这首诗里边 他感叹呀 说谁连不得意 常见独归来 不得意 不得意 所以就从济北归来了 这是大概是二十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的诗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 高市就写下了那篇非常著名的燕歌行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高市这首燕歌行 汉家燕臣在东北 汉将此家破残贼 男儿本字重横行 天子非常似颜色 创金法骨下于关 荆佩伟仪劫时间 校尉语书非汉海 蝉鱼烈火 赵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涂济平陵 砸风雨 战士军前 但此生 美人仗下 游歌舞 大漠穷秋 赛草飞 孤城落日 斗兵戏 身当恩御 横轻敌 立尽观山 未解围 铁衣远树 辛勤酒 欲助阴蹄 别离后 绍复城南 阴断肠 征人济北 空回首 鞭亭飘摇 哪可渡 绝欲苍茫 更何有 杀气三十 坐镇云 寒生一夜 船掉斗 相看白刃 血纷纷 死结 从来 起故熏 君不见 沙场 征战苦 至今 犹豫 李将军 这首诗呢 是高氏 从 边塞 也就是 幽艳之地 回来之后 几年 写下的 这首诗的 创作动音呢 据 诗前的 小旭介绍呀 这是 开元 二十八年 也就是 公元 七百三十八年呀 当时有朋友 从边塞 回来 告诉 高氏 有关边塞的情况 他有感 而做的 边塞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当时呀 有河北节度 副大使 张首归 在镇守 边关 张首归的 部下 和 敌人相遇 结果 战况是 先胜 后败 但是 张首归 隐瞒了 败状 网奏 客户之功 结果 事情 被泄露出去了 估计 高氏 写这首诗 和张首归 的这样一种 行径 有关系 所以 在 诗里边呢 作者 先写了 唐军将士 勇赴边塞的 豪壮之志 接着 描写了 边塞的 那样一种 艰苦 卓绝的形状 和 战争的 惨烈 最后 转写 征人 和 私父 之间 这个遥远 距离 所形成的 思念 情怀 到 末节 用 军不剑 沙场 征战苦呀 至今 游易 李将军 表示了 对守边 将 领的 讽刺 和批评 在这首诗里边 战争的 艰苦 惨烈 和 战将 这个 军士们呢 杀身 取义的 气节 都通过 非常 精道的 这样一种 描写 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而在 描写 战争 惨烈的时候 他着力 渲染 大漠的 摔草 和 孤城的 落日 由此 建出 一种 肃杀之气 其中 用了 斗兵 西 三个字 到了 黄昏的 时分 唐军 和敌军 作战的时候 那个 士兵 是越来 越稀少了 这样一个 西字 可以说 令 风云 色变 而 唐人的 气概 也就 正在 这样一个 生死 之际 展现 出来 展现 出来 以前人们 读这首诗 说 这首诗的 一个特点 在语用 比较法 建出了 将领和士兵 之间的 巨大差异 我们看 战士军前 半死生 美人 帐下 忧歌舞 这两句 前一句 写的是 战士们 不顾生死的 和敌军在 敌战 可是呢 后一句 表现的 却是 将领 在帐下 还在 观看 美人的 歌舞 何等大的 差距 何等大的 不公 那么 将 士 之间 这样一种 差距 不公 被作者 如实的 表现出来 正是对 将领的 一种 讽刺 这是对最后一句的一个铺垫 有了这个铺垫 最后一句 君不见 沙场 征战苦 至今 犹豫 李将军 就显得格外 有利了 沙场征战 是如此之艰苦 但是将领 却懦弱无能 或者是 欺上 瞒下 那么 怎么能够取胜呢 真是 不由得 不令人 想起 西汉那位 功勋卓著的将军 李广了 这首诗 以七言 古体写成 显得非常的严整 非常的精净 所以 历来 为人称道 写了这首诗之后 又停了几年 到了天宝 十一载 冬天 高氏 就 开始了他的 边塞之行 了 在这一年呢 高氏 曾经和杜甫 陈申 薛 薛 薛光熙 这样一些著名的诗人 一起登过 唐代 长安城的 慈恩寺塔 就是现在的 大雁塔 呃 告别了朋友之后呢 他就前往 龙幼节度室 歌书涵的幕府 作长书记 在那个时候 呃 李白呢 也开始 北游幽宴了 呃 这个 杜甫呢 则 在高氏临行的时候 写诗 给他送行 给他送行 高氏 进入 歌书涵幕府 做的这个 长书记 是 杰度室的亲信 职责呢 就是 史府的秘书长 正因为 这个 职位 和杰度室 比较贴近 所以高氏 对歌书涵 有一种 感育之情 所以 他在 登笼 这首诗里边 就 说了这样的话 说 潜财登一命 孤见 通万里 岂不思故乡 从来 感知己 对歌书涵 对歌书涵 委任自己 做长书记官 还是颇有感激之情的 但是他更多的 则是一种 立功 编赛的 豪情 壮志 比如 比如在 塞下曲里边 高氏就这么 写了 万里 不惜死 一招 得成功 画图 麒麟格 入朝 明光宫 大笑 向文士 一经 何足穷 古人 妹子道 往往 成老屋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高氏也是 五十岁左右的年龄了 可是呢 诗里边 全是青年人的 口吻 写的令人足来啊 是 慷慨昂扬 非常的 近见 高氏就是怀着 这样的一桌 情感 踏上了 庶边的 图城 那么 在进入 戈书函的幕府之后 他对戈书函的 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应该说 他对他的 这位主帅 还是采取 维护 和赞扬的态度 但是 戈书函 曾经受到 当时一些人的非议 因为 作为大将 戈书函 曾经有过图石宝 以邀功的血腥之举 这样一个举动 内地的诗人 多是持批评态度 比如 李白 就写诗 来批评 说 君不能学 戈书 横行青海 叶带刀 欺图石宝 取死袍 杜甫 也写有诗 在前出赛里边说 杀人 亦有限 列国 自有疆 苟能 至亲灵 岂在 多杀伤 高氏 高氏什么态度呢 高氏 对主帅 却是给予了 比较多的赞颂 比较赞颂 比如他作有 同 李源 赫 歌书 大叔 破九曲之作 进行祝贺 那么对 歌书函的 这样一种举动呢 怎么看 当时 西北边地的人 也曾作有 宁歌 来赞扬 歌书函 歌是这么写的 北斗七星高 歌书 夜带刀 至今 窥木马 不敢 过临掏 这就说明啊 这个 歌书函 一方面 确确实实 有滥杀 生灵的 这样一些 错误的举措 应该批评 但那一方面 他镇守 西北边赛 也还是 发挥了 相当大的 作用 以至于 当地的民歌 对他 也有赞赏 那么高氏 对主帅 采取一种 维护的态度 在某种 意义上 也就是 可以理解的了 到了 龙幼幕府之后呢 高氏 也写了一些 有关 边赛的 诗作 但是 这些 诗作 从 整体水平上 比起他 此前 所做的 比如 像 阉歌行 这样的一些 诗作呢 在 程度上 有所下降 呃 有时候 君中 无事的时候呢 这个 他也有些 与朋友 唱赫 燕油 之作 在 边菜里边 高氏 待了几年 但是 呃 舒心的日子不多 没有多久 国家 就开始 大动荡了 安史之乱 就爆发了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 兵变 发生了叛乱 十二月 就攻陷了洛阳 这个时候 据 高氏 十一载 到边赛 也就是 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这个 安禄山 叛乱之后 唐玄宗 急令 歌书 汗 返回 长安 给他任命了一个兵马赴元帅的官职 让他恶手 洛阳 通往长安的最后屏障 通关 那么高氏就作为长书记 随行了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通关失手 歌书汗被俘 高氏呢 也就在六月份 急奔长安 这个 向皇帝上表献策 当时是玄宗奔署避难了 高氏呢 又追到了河池县策 被提升为建议大夫 12月 宿宗就任命高氏 做淮南节度使 负责 讨伐勇王李林的军事 这时候 李白正怀着 为君谈笑 敬胡杀的 这样一种自信 应用王李林之邀 进入他的幕府 而高氏是评判者 李白呢 在所谓的叛军阵营里边 这么一对昔日的友人 现在成了对垒的敌手 后来李白因为 勇王兵败 而被长流夜郎 而高氏则从此之后 成了宿宗亲信的大将 成为边塞诗人中间 启于威贱 最后官至封疆大吏的重臣 对于高氏 这个杜甭曾经有过很多称赞 特别是杜甭把高氏和陈申 连在一起 在诗中 对他们的诗歌 做了概括的描写 比如 杜甭在寄给高氏和陈申的 一首诗里边 写了这样四句话 说 高层属缓步 沈包得同行 一切观飞动 骗中 接魂芒 这是把高氏和陈申 连接在一起的 第一次 从此以后 高层并称 就被人们认可了 在这几句话里边 后两句 是 说高层的 诗封的 是一切观飞动 有一种飞动之事 而到了结束的时候 到了天中 是接魂芒 给人一种魂芒之感 魂芒之感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 但是按照年龄来说的话呢 这个 曾深比高氏 要小十多岁 就像杜甫 和李白的 那个年龄差别一样 曾深的经历 和高氏 有相同的一面 他年轻的时候 也像高氏那样 奔走过 奋斗过 但是呢 或许是他的武略不够 或者是机遇不佳 总之 他的结果 远远不如高氏来得 那么显达 谢谢大家